3月6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重磅发生 目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为7% 后续仍有降准空间 向市场释放重磅政策信号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5%左右 市场对于货币适度宽松的总基调基本达成共识 综合市场分析 政策礼包即将来袭 提振市场信心 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宏观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降准降息可期 2024年货币政策总量与结构并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同时报告提出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避免资金沉淀空转 6日下午 潘功胜重磅发生 目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为7% 后续仍有降准空间 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支持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信贷总量 稳定增长 均衡投放 潘功胜表示 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多变 需要发挥政策合力 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力度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箱依然丰富 货币政策仍有足够空间 货币政策调控将更加注重 平衡好短期与长期 稳增长与防风险 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着力提振信心 稳定预期 稳定物价 为经济运行发展 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市场对于降准降息早有期待 总量政策方面 2024年开年以来 人民银行降准50基点 并降低五年期 LPR25基点 今年 美欧央行有望转向降息 也为我国央行以我为主 灵活实施货币政策 提供了更大空间 今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 有望转向 美元升值动能减弱 国内外货币政策周期差 趋于收敛 我国经济基本面 持续回升向好 外汇市场参与主体 更趋成熟 客观上有助于增强 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潘工胜说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对第一财经表示 从外部看 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差将收敛 在一定程度上 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整 创造更大空间 从内部看 低物价为货币政策操作 提供更大弹性 也要求货币政策 进一步支持提振物价 促进增长 对于降准降息时点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清预计 二级度降准及政策性降息 下调MLF利率 都有可能落地 深万宏元证券预测称 货币政策 靠前发力已完成 预计上半年政策 更侧重存量政策的落实 新一轮货币偏松 或需等待年中之后 设立科技创新 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几个月前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 要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 五篇大文章 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 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 为金融支持实体 明确的发力方向 做好五篇大文章 既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重要内容 科技金融 位列五篇大文章之首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迎来新成员 潘工胜表示 运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引导和激励 设立科技创新 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支持高端制造业 和数字经济发展 此外 潘工胜宣布 将继续实施 支持碳减排的再贷款 扩大支持领域 并增加再贷款规模 适当增加支农之小债贷款规模 继续实施 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 将相关激励政策 覆盖的普惠小微贷款标准 由单户受信 不超过1000万元 扩大至不超过2000万元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明明表示 后续央行将更多关注 货币政策工具 投放资金流向 以及资金使用效率 并发挥好 政策对于资本市场 预期的引导作用 央行2023年四季度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专栏提到 目前我国各项在贷款工具 已实现对五篇大文章领域的 基本覆盖 未来货币政策 在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 还会继续加大